好 继续带来关注金峰湘兵茂村的中毒案件 那么第一位死亡的长者是吉林家族的头目夫人 那么加上并非自然死亡的原因 因此家人是特别请图板头目跟祭司等人 到兵茂进行除恶的传统仪式 像是做法式的概念 要阻挡不好的事情 也让亡者的灵魂得以安置 在祭司的带领下安定亡者的灵魂 金峰湘兵茂村中毒案件 第一位死亡的曾姓长者 是吉林家族Mama Zainlan的夫人 加上并非自然死亡原因 在排文族的传统文化中 这样的死亡属于二死 需要经过特定仪式才能安葬 因此曾姓长者家人 特别请图板巴勒里努格家族 Mama Zainlan与巴勒嘎赖祭司等人 道兵茂进行巴勒西除恶的传统仪式 像是做法式的概念 要阻挡去除不好的事情 也让亡者的灵魂得以安息 原住民对于意外的状况 第一个是难产 第一个难产就是在家里死亡的时候 因为难产死亡 这个家里几乎要放弃 第二个就是在山上 比如说是交通事故死亡的 不是自然死亡的 都是非常机会的 所以透过乌尸 透过巴勒嘎赖祭司做法式 历史做法式把他的灵魂安置好 通常不会把这个灵魂放在家里里面 整个过程是这样 是希望他能够在后代 不要造成太多的 不要造成的带来厄运 这样除历史除恶的作法 排班族的葬礼 族人对于死亡的看法有不同种类 但只要是非自然死亡 都可能将不好的事物影响到后代 因此需要请布林奥巫师 或是巴勒嘎赖祭司 以除恶巴利喜传统宗教仪式 来协助家属及王者善终 这中节 静风相报道